Hello 大家好 莎姐 應該就完成了 上次說沒有聲音 應該是我錄的沒有開啟咪 原因是我要重新下載拍攝的軟件 所以有點煩 如果我想繼續用的話 我又要再付錢 但現在還未完成 首先還未買 我亦看有沒有其他軟件更好 另外我的鏡頭 插就插了 但驅動程式還未做 然後很煩 尤其是你不熟悉的時候 你是更煩 我的鏡頭 已經不用有色 全部都是黑白 因為便宜很多 如果要用彩色的話 要再多一千多元 我覺得很貴 所以就是黑白就算了 但它有得選擇 它便會選擇 你現在會不會用Wi-Fi呢 因為現在的Pinda很棒 萬一你不在家 想把東西在家裡印 你也可以透過手機 透過密碼 它便會傳過來 自己幫你印 又可以經Wi-Fi 你不需要Printer跟著你的主機一起 你可以放在很遠的地方 去Wi-Fi就可以了 但要教完一輪 但問題最重要的是 以前的Printer 你不需要教這件事 它可以先印 最多你什麼 但現在你不教 它是不能動 你要教這些東西 要不要 要的給密碼 不要的怎樣怎樣 然後你才可以再用 所以我還未理解 暫時也不需要編主 提一提大家 如果住公屋 你應該會收到一個這樣的 有機會會收到 就是公屋維護 公屋庫政策的申報 據我所知 應該是兩年一次 但我應該不是兩年一次 因為如果兩年一次 即是今年申報完 下年不用申報 就大後年要申報 但我一定沒有那麼密 如果不是 我應該很熟悉這份 所以我是應該長一點 可能兩件事 應該不關我收入事 應該是關我殘則人事事 所以就沒有那麼密 因為現在的新政策就是 你資產過 或者你月入過 隨便一個過 你都需要離開公屋 但是我現在享受的優惠 就是 優惠不是可以少些租 我現在就在一個政策之下 就說 如果你全屋人都領取中傷殘 又或者你本身已經過了60歲 或者你全屋人 你就不需要受到這個限制 因為全屋只有我一個 我已經是殘疾人士領取中傷殘津貼 所以就變相 就算我入息過 都不需要搬出 當然我入息都不過五倍 還是幾倍 我都不過 所以大家記住填 如果收到的記住填 五月三十一號之前就要交回去 但有個注意點就是 它的收入有些就是要你填到 即有幾個收入的 有些收入就是你存職 有些就是你不是存職 有些就是你自顧 有些就是你受顧和自顧 要選適合你的選項 有些就是要去到四月三十號 即是現在還未過的 你要收完四月三十號份量才能填 有些就說去到三月三十一號 但又要看清楚 提一提大家 我那一天 我的屋苑很好 在我樓下就有個回收廚 有個回收廚 廚房的箱 就是幫忙回收廚 那一天就有人來講解 即是有個女生很年輕的 站在那裡就說 你有興趣的我講解給你 知道怎樣用的 你把廚房放進去的時候 你也可以拿到積分 積分到多少呢 就可以換鹽 換公仔麵 換一些實用的家用的東西 或者食物 但我發覺 可能真的是年輕人 這個也是普遍很多人現在的救病 總之不關我事的我就不理 有時候我都會有些事情 就說我不適合用的 我會問我朋友你需不需要 但很多時候那些人就會一句 說我不適合用 但他不會想 我幫你問問有沒有人需要 亦都不會說 我不用這些 但他沒有想過 他身邊會不會有人需要 不要浪費 其實是 不會考量這些 為什麼我會說這件事 我就是 不問他 因為我自己看 那時候沒有看過積分表 我以為積分表就是 你可以捐些東西給他 誰知道原來是 你存了積分給你 我說如果我是一些公仔麵 他會說你照顧下去 因為我的意思是 我想捐出去 但他會說你照顧下去 然後我不明白 說顧下去便會骯髒 他說你拆開包裝 照顧下去 是廚餘 然後我才想捐出去 然後我才想捐出去 我說我有一些不吃的 我那時候跟他說 我有些不吃的麵 那些可以怎樣 他的意思是 你不吃的麵 你拆開包裝 把麵放進去 我心想你不就很浪費 但他們是不會想 他叫了兩次 他就是這樣拆開包裝 那些地人是想他自己 工作上的需要 他只是負責服務 他不會想想這件事 你未吃未開封的東西 其實可以捐給其他地方 或者他有沒有地方可以收集 然後他就說 你可以找其他機構 我才明白 所以我會覺得 不是說女生有什麼不對 但看到現在的年輕人 是不會太上心 他總之他好像 就是跑Colta那樣 我介紹給你 我只是介紹這件事給你 我其他東西不理 總之你說 有些什麼我就叫你賺下去 所以我會覺得 不是說女生有什麼不對 但看到現在的年輕人 是這樣做事的話 香港將來會是怎樣 就是想起都會被我 原來我教你做那件事 你只會做那件事 你別人問你其他事 你都死咬回去那件事 你是不會再想多些 那 我將來AI就可以取代你了 因為AI可以更加多的 腦袋可以儲存更加多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都覺得 香港這樣也是一個很慘的事件 今天講到這裡 先試一下軟件 先試一下 如果找不到其他適合的軟件 可能還是買回這一套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